独一无二 宁泽涛 众所皆知 中国游泳队的选手 外表和实力兼具 最具代表性的人 就是现在已经退役的宁泽涛 宁泽涛出生于1993年 现年28岁 身高191公分 体重80公斤 除了有模特儿般的高挑身材外 他还有像明星一样的高颜值 当然他优异的运动表现 才是让他如此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他出生在军人家庭 父母亲都是军人 宁泽涛从小开始学习游泳 因为他的父母亲 希望他能够克服对水的恐惧 想不到他像陈爱森一样 从怕水的小孩 变成水中运动的佼佼者 他除了是一名游泳选手 也跟随父母的脚步 成为了一名军人 他在2007年14岁的时候 加入了中国海军游泳队 这里有一点需要提示的是 他的军人身份 将会成为他日后运动生涯的重要转捩点 在2013年的全国运动会上 他打破了50公尺和100公尺自由式的亚洲纪录 并且获得冠军 他在全运会上亮眼的成绩 使他在中国国内受到瞩目 而他真正成名的时刻 是在2014年的仁川洋运 他不仅在个人50公尺和100公尺自由式项目中夺下金牌 同时也在团体接力项目中拿下两面金牌 这次面金牌中就有两项破了亚洲纪录 此时的他就像一颗耀眼的太阳 受到众人的追逐与警仰 很快在次年的2015年 他迎来了职业生涯的巅峰 8月6号 在俄罗斯克山市井赛 100公尺自由式决赛当中 他以47秒84的成绩拿下冠军 就让他成为亚洲首位100公尺自由式的世界冠军 也让他成为全球知名的运动明星 及万千宠爱于一生 许多广告商看中了宁泽涛的高人气 他收到了许多代言的合作邀约 他的发展看似一片光明 但很快的黑暗袭来 李约奥运前夕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奖牌的他 突然被国家队给开除 这代表他将无缘参加李约奥运 所有人都在问发生了什么事 一时间所有传闻盛宵而上 据传国家队方面不满宁泽涛私自代言广告 国家队一不满他不服从国家队的安排 拒绝参加奥运游泳接力项目的资格赛 但宁泽涛不能理解的是 为何国家队安排他参加200公尺自由式的接力项目 因为他根本不擅长这个项目 国家队还要求他退出100公尺自由式的项目 这是他最擅长而且最有机会夺牌的项目 因此中国国家对这一连串的决定 更像是对他代言广告的惩罚 如果他今天不具备军人的身份 也许他在进行一些商业活动的时候 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限制 这个风波涉及的层次很广 很难简单的说清楚 总之在当时因为舆论和诸多的考量下 最终他还是被准许参加礼约奥运 但因为这次的事件 他被迫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训练 想当然他的心情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他的成绩并不理想 他痛失了奖牌 礼约奥运会后不久 他退出了国家队 职业生涯后期 他在2017年的全运会 夺下了最后两个500公尺和100公尺自由式的冠军 不久后他在2019年26岁的生日当天 宣布正式退役 他在接受访问时被问及这些事 显得低调并且不愿意多谈 但看得出来他的无奈 他的退役也让无数人感到惋惜 他的职业生涯像一颗陨落的流星 短暂却无比耀眼 如今他已经退役三年多了 很多人仍然很关心他的境况如何 他没有如外界想象凭借亮眼的外形进入演艺圈 他偶尔会参加一些时尚活动 而且似乎爱上了打高尔夫球 现在他也才28岁而已 或许在未来职业的高尔夫球赛事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影 正如他所说的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